第39题 医生常鼓励大家使用健康低钠盐 保持身体健康 所谓健康低钠盐中减少所含的钠离子 可用下列何则取代 我们看到前面的叙述中 已经知道 我们的这边的钠离子 可以跟钾离子和氯离子 共同维持人的酸碱平衡 那么我们的钠离子是正离子 所以要取代它的应该也是正离子 而钾离子就是正离子 所以我们应该是用钾离子 来取代我们的钠离子 所以第39题问我们说 所谓健康低钠盐中减少所含的钠离子 可用下列何则来取代 我们答案选的是 A、K正、钾离子